Tina 真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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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紧张 因为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大家好 我是阿来 来自哈萨克族的歌手 音乐制作人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歌手 他来自哈萨克斯坦 他是歌手 歌手舞台上有史以来 年龄最小的一位歌手 他今天要唱的这首歌曲 是世界上最难的五大华语歌曲之一 刚睡醒吗 你对第一版的编曲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 因为他呢 不了解这个节目 最后他能不能留下 是那五百个观众决定的 但是这个五百个观众 其实你唱歌的时候 如果他只是安全的听 你没有让他们疯狂到站起来 没有那种感觉 你拿不到那个票 通过我们的交流 我们发现他的音乐 一旦确定的风格 他是非常非常轴等 他会很纠结 但是我认为 真正可以把专业做好的人 一定是非常纠结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些年轻的歌手 对音乐的编曲 对音乐的驾驭能力 有这么好的能力的 其实并不多 而且他去过很多国家 在很多国家的歌唱比赛 我认为这些歌手 我认为这些歌手 他对歌手的能力 是被认证过的 下来 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歌手 迪玛锡 保护 拿了饭 来来来 观众好热情 好热情 好热情 我觉得有点像林志炫的 追 来 来 加油 加油 我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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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嘔吓 为什么我嘔吓 为什么我哭 为什么我哭 这就是 SOS Dantarian Ordith 我设计是 我设计是 Pierre SUR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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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迪玛西 真的太厉害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让我想到了 经典新生级 原产地有机 还有迪玛西 我的天 迪玛西 迪玛西 接下来